你將青春現入我們島 你對少年去對我的家老 年輕時事 也已經看透透 有誰人比你更重要 你的心恨好滾倒 恰在幸福時差差逃逃 斬太斷氣的時尊啊糕 一首歌唱到 這首歌唱到了諸葛亮的親坎裡 讓平常主導來賓情緒的諸葛亮 自己當場崩潰 其實1994年 諸葛亮與第四任妻子 葉瑞美結婚前 曾經有過三段婚姻 第一次結婚是在18歲當兵前 對象是一位理髮小姐 第二任踏入影藝界之後結婚 並生下了謝金燕 謝金燕兩個姐妹 之後又娶了第三個 前後私人妻子 共育有兩男三女 我認識她的時候 這麼做的我叫做郭一蘭 郭一蘭 郭一蘭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我覺得她對女婦都很好 我講真的 她也慷慨 是她感受女婦開 她感受人嬰 也很疼痛 買好的房子給她們住等等 但是她那個當下都很好 當感情有了變化以後 因為她紅嘛 也算緣島 很容易可以再找到下一位 所以她的感情世界 沒有空白過 很老年 她也算是蠻厲害的 就是說 可以這樣子 婚姻一次一次這樣 可是她不是因為很花 觀眾沒有覺得她很花 比如說 她不是拋妻 什麼氣質 沒有 她好像就是 離婚再結婚很應該的這種感覺 想對不對 她的小班的時間 她都 有帶 全部來給她聽 想說 現在有家庭整個沒人 至少她四任她都有結婚 她不管是可能是離了再結 或怎麼樣 她娶了四任老婆 跟不同老婆 生下不同的小孩 或就是同父異母的小孩 但是你發覺 諸葛亮她其實 沒有這麼的亂 她沒有劈腿 沒有造成社會糾紛 沒有人來告她 那我覺得是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 朱大哥很多心思在千讀上面 他沒有花太多心思在感情上面 也許諸葛亮 她沒有盡到太多做父親的責任 以對謝金燕來講 但是 諸葛亮的家庭 跟她的這些小朋友 跟她的這些小孩 跟她的老婆 都並沒有反目成仇的這些例子啊 看起來好像在道義上面 或是在 也許精神上面不足 但在道義上面 責任上面 好像並沒有鬧成很大的問題 即使到現在 她的每一任的老婆 包括現在跟她 吃苦在一起的 幫她後來在東山在一起的 並沒有人去指責 那個諸葛亮在感情方面 說她復興或者她花心 好像沒有聽說過 所以我覺得諸葛亮大哥 在處理感情問題 應該還蠻 算是蠻元熟的 十多年來 心中不明的諸葛亮 直到2009年的2月 首度被平面媒體拍刀 3月份更現身台北線 讓電視台拍下了 找有人泡茶的畫面 這一切 似乎早就有所安排 再為付諸付露 她整個的付出 包括懸疑性 忽然被人家發現她的蹤跡 然後就在那段時間之內 就忽然密集可以拍到她 然後就 欸 開始了 楊老闆 或者是余天余大哥 開始對她喊話放話 然後她開始有了 付出的跡象 然後終於 一笑閩恩仇 所有以前的這些債務問題 也可以解決了 然後成功的付出 到現在是不是有一個幕後的手在 在運作 在操盤 在整個的 把諸葛亮塑造成一個新的 一幕的大哥 我覺得這是很堪玩味的一個話題 是不是有計劃性 安排過的 再度拿起了主持棒 可能只有相關人才知道 付出的諸葛亮強調 她戒煙戒酒也戒賭 同時更謹言順行 口中談的除了老婆 就是兒女 她更放話 要跟謝金燕見面 我來跟爸爸見面沒有關係啦 立娃燕已經通過了嘛 負債只不必還了啦 她會來啦 她也很好啦 她現在可能出新的片吧 很忙啦 我不會很想她 想她啦 我的孩子我都想啦 諸葛亮走過了歌廳秀 還有錄影待夜的興衰 從默默無聞的打砸小弟 變成了想遇全台的大牌主持人 再從年收入數千萬的當紅藝人 淪落到千賭躲在十多年 諸葛亮戲劇性的一生 應驗了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而年屆爾順之年的諸葛亮 試圖重返社會 並且勇敢的走入管制篩檢 更嚴格的電視頻道 對自己 對市場樂聽觀眾 都是新的挑戰 不論是不是欣賞諸葛亮的演出 不論是不是能夠接受諸葛亮的談吐 在歌廳秀盛行的年代 她的魅力和影響力 確實不容抹煞 而這也反映出 特定時空環境下的 樂聽眾需求 而經時空環境變遷 流行的媒介不同 作為藝人如何自我精進 維持樂聽眾的接受度 在在都是考驗 這集台灣演員介紹到這裡 我是胡婉玲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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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不懂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